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10号到美国行程的最后一站西点军校 梁光烈向西点军校赠书 西点军校校长亨通出席赠书仪式 梁光烈表示希望通过这些书籍增进美国对中国军方的了解 继续加强军事文化交流 梁光烈10号上午抵达西点军校的图书馆 他首先与20位学习中文的西点军校学生亲切交流 之后梁光烈与西点军校校长亨通发表讲话 梁光烈表示为了展示中国军队学校与西点军校长期的友谊 此次他带来了252本有关中国历史和军队文化的书籍赠书西点军校 希望能够加深学校学生对中国的了解 梁光烈特别提到将赠书西点军校孙子兵法 中国孙子兵法最简单一句话66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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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6 这回事 大不亚教授 西点军校校长亨通向梁光烈赠送了一顶西点军校的军帽 亨通特别感谢梁光烈为两国军事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并希望能够进一步深化两国军方的合作 梁光烈最后总结到此次访美非常顺利并且成功 通过这次访问 确实增进了我们东北两局之间的标准 加强了复兴 也见证了你们规划和军队建设所取得的成果 你们为我们提供了各号的学习的机会 梁光烈表示他曾经在2004年访问过西点军校 而此次把西点军校作为他访美形成的最后一战 是想增进中美两军的了解与信任 凤凰卫视特派记者王宾如 赖大利 西点军校报道